记者陈凤利南投报道,南投县信乙香农会今年委托中聊香龙眼林福利协会,依信乙香青梅烘制成乌梅,数量历年最高之外,龙眼林福利协会也改良烘制方法,将原来烘烤七天六夜后的乌梅,在二度上造空两天一夜,发现乌梅的香气更浓郁,且因潜躁度更高,住存状况可以更好。 南投县信乙香是青梅的故乡,信乙香农会多年前开始,与未独居老人送仓的中聊香龙眼林福利协会合作,开台湾风气之先,用传统哄龙眼前的灶来把青梅烘烤成乌梅,几年下来都以七天六夜来烘烤。 今年该协会总干事廖振义,尝试让烘好的乌梅再烘烤两天,结果发现乌梅的香气更浓,便把今年一百二十公吨的青梅全树要改成二度烘制。 七天六夜变九天八夜,廖振义表示,今年龙眼柴木大涨两成,且还不好购买,但经跟果农拜托,还是买到足够致乌梅的龙眼木。 成本虽涨蛋为感谢信义香农会长时间给中聊香的老人有工作做,也自行吸收多出的成本。 信义农会梅子梦工厂厂长张胜正则说,台湾乌梅是农会一路间看制成的纯正乌梅,希望为消费者做好十万把关工作。